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所以很多人會認為說 我常常看到我的長輩啊 或者我的朋友啊 看到那個訊息就很容易相信啊 然後等等之類的 是不是因為太笨 其實不是 這跟智商一點關係都沒有 像我們在犯罪學裡面 最常看到的這種欺騙就是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一樣也是用人性做攻擊 比如說打電話告訴你說 你的爸媽在我的手上啊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要交兩百萬的贖金 這本來就是人性 人當陷入恐慌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判斷上的失誤 我之前有學生寫的這個論文的資料就發現 大部分會被這個ATM手法騙的 其實很多都是大學以上的學歷 學歷非常的高 那學歷那麼高為什麼還會被騙 那因為那是人性 利用人性的欺騙是誰都擋不住的 所以這個時候在國外的案例其實都有顯示給我們看 如果今天真的要去擋這種 我剛剛講的ATM的詐欺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 直接告訴大家 有這種ATM手法 簡單來講就是政府直接告訴大家 現在詐騙手法最流行的就是 叫你去ATM按按鈕 這樣就好了 所以他心裡的卡損就出現 心裡的卡損一旦出現之後 他馬上就會覺得 那我冷靜下來 這搞不好就是詐騙啊 這不就是政府現在在宣導的那個事情嗎 我就把電話掛掉 這種當然不能夠防範全部的 這個所謂詐騙的手法 但是他很好的一個方式就是 讓心裡卡損在很多人的心中出現 一旦出現之後 遇到那個特定的攻擊 他馬上就會有一個回應機制 那個回應機制一出現 詐騙就變得很困難 但是資訊戰爭其實說真的 造成心裡偏誤的方式 就是只有那幾種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把手法全部都好好的 用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 大家一旦遇到就會知道說 原來這又是中國要丟訊息來干擾我們 那這個時候就變得很簡單了 我們就會變得百讀不清 也變得可以去抵抗 第一個當然就是像我們的 現在的做法 我們就是不斷的研究這個模型 然後告訴大家說 他們最主要的攻擊模型有哪些 然後如果國家可以成立一個戰略單位 告訴我們 他們多久做一次這一種類型的攻擊 因為每一種我說過攻擊類型 可以分非常非常多種 但是它是有固定頻率的 你把頻率算出來直接先講先贏 告訴大家說 這個月他又要叫某個藝人來道歉了 那這個時候大家看到的時候呢 第一個想到的 當然還不是說藝人好可憐 第一個想到的反而就是什麼 就是中國又來了 那想到中國又來了 反而就是敵我意識會變得非常清楚 知道說這又是對方在做操縱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推動相關的一些法案 譬如說大家常聽到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個每一個節點揪出來 讓它透明化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你在為中國服務 結果你要來宣揚武力統一台灣的言論 沒有關係啊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請你要跟我們的政府做登記 你要交代你的人事 你要交代你的金流 你跟中國政府的關係 你交代完畢之後 你要到哪裡演講都可以 只是你演講的時候 我們後面幫你打一個Made in China 或者中國共產黨贊助 這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廣告實名制 簡單來講 我們YouTuber在賣那個產品的時候 如果是廠商有付錢 那個叫業配嘛 業配要不要講出來 當然要 那我們在樂聽的群眾 我們就會馬上知道說 我們根本就不要判斷這個東西是假消息 還是偏頗消息 還是其實它是真的 這根本就不重要 重點是 原來這個人是收了中國的錢 把這個東西丟到台灣 他的目的很顯然就是想讓我們產生紛亂 所以這個源頭的東西我們不要看 這也是民主防衛機制最重要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既然是民主國家 我們應該用民主的方式來防衛這些攻擊 而透明化一直都是民主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所以這些人如果來登記 那登記的時候之前要說明 先說明之後再登記 然後不登記之後可能會有相關的罰金 這個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處理的模式 資訊攻擊的目的就是要給它亂 那給它亂就是要讓民主制度產生裂界 讓大家不信任民主 那我們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斷的深化民主 讓民主這件事情變成我們的基因 讓大家知道民主的重要性 所以在這邊我們跟沃草合作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先讓大家理解 到底什麼叫做資訊戰 然後以及我們要怎麼去對抗資訊戰的手法有哪些 那這些手法我們現在能夠做的有什麼 我們現在也會設計網站 在網站上面就會不斷的更新資訊 然後這上面就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目前研究出來的模型有哪些 然後到最後當然再更進一步希望能夠到 這個傳統媒體跟大家講說 我們合作之後呢 我們到最後找到哪些攻擊的方式 大家必須要明瞭 政府必須要宣導 然後去製造那樣的一個心理的卡順 讓最後這些攻擊 就算攻擊過來也會失效 然後最後如果法案呢 在這邊的推行能夠成功的話呢 擋掉這些節點 那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比較正常的民主社會 最後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坐在一起 即使即便我們的立場不同 但是都有辦法在民主的制度下面 互相討論我們以後未來應該的方向 就算到最後一個位置 如果能夠走動 這樣就能夠走動 我們現在進行辦的話 就會降機 彼此的週間 要拍攝 不斷申一下 就算是 有價錢 我怎麼會 你們都沒有